首先来看到在大陆围台军事 在屏东方山满风训场 在8月9号进行了年度的重炮射击 那么在这边总共36门15榴弹炮对海 来进行了反登陆射击 尤其划定演习的区域 跟中共公布的军演范围十分的靠近 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这个记者陈廷宇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屏东的满风训场 而今天是天雷操演的第一天 由于时机过于敏感 在国防部跟海巡署 是出面呼吁外界不要做多的解读 也因为是实质大陆军演 第四天之后来举行天雷操演 实际点相当的敏感 而国军是表示天雷操演 其实是在每一年暑假到9月之间 军方都会在车程到访山一带 来实施天雷操演 而国军其实早就在7月22号 就已经发布公告 来表示将会在8月9号开始展开 年度的例行性的重炮设计延训 所以也因此特别向外来呼吁 不要有过多的解读 这跟前一阵子 这个大陆军演四天 以及陪洛西来台 并没有相关的关联 也并不是对于说 大陆军演来进行回应或反制的部分 但是也因为实际点特别敏感 因为今天是第一天 而后天8月11号 也会是第二天的实弹射击的部分 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在画面上有三门的155榴弹炮 而其实总共在沿岸是部署了 38门的155榴弹炮 是要来对海反登陆来做射击 那总共会发射 114发左右的这个榴弹炮 而整个年度训练 由于它涉及的管制范围 是从海岸往台湾海峡延伸 来伸长这个长15公里 宽大约13公里的这个范围 那跟中共军演的这个范围 是相当的接近 甚至不排除是可能会有 小部分的重叠 所以这个日子又在是解放军 实弹演习之后来立刻展开 所以难免野人外界有过多联想 我们可以听到刚刚也在发射了三发 目前总共从第一波的照明弹开始之后 第二波会是由 包含了顺发落弹的部分 也就是说直接攻击敌军的船体 还有包含了在空中炸射 也就是在空中爆开之后 有如散弹枪一发 散弹枪一般来去攻击敌军船体 还有包含敌军的船体上面的人员 来造成伤亡 这都是今天会实际做的 这个射击演练的部分 好的 目前是记者所掌握到最新情形 稍后有任何的最新画面 也会持续为您来掌握 先将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都会做 这个跟目前的形势其实是没有相关联的 我们也是借着这个射击来验证我们的炮兵的训练 以及火炮的拓战率 这次总要是大概有几门炮 我们今天会射击156炮有38门 那每人炮会射击3发 就我们每次射击的强定 大概不外乎也就是我们对于整个守护 如何去阻止敌人的侵犯的进程 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详定 有不同的状况 当然敌人对我们的侵犯的模式 也不是只有一个模式 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详定来做不同的意义 目前两岸稍微有点紧张吗 所以我们守护教员 本来就是我们国军的责任 所以我们不论是局势如何 我们平常就是不断的不断的在军联 不断的累积我们这些有实力 这才是保护我们国家最好的一个方式 好 当中解放军 持续在台海周边展开军演 那么在昨晚间 东部战区也释出了最新的军演画面 看到东部战区将这次军演 称为是深海猎杀 主要就是要全面提升联合反潜的作战能力 对减攻击 打击目标动攻动要兵 左旋双立起则 在指挥体系支撑下 我们多次搜索发现 稳定跟踪 模拟攻击目标 并展开综合防抗训练 全面提升了部队联合反潜作战能力 解放军出动多艘导弹 驱逐航卫舰以及多架的反潜运输机 以及直升机部署在台湾周遭的海域 做出了模拟攻击防御 同时GM多架的舰艇机预警机等等 也在周边的侦察预警来支援掩护 而解放军持续对台周边 来进行演训 国军除了在海空域严密的监控 开始强化本岛的防卫作战部署 在8号深夜 中心新闻独家执集 有6辆的云豹装甲车 就出现在台北市的街头 在大批警车的戒备之下 开往了松山指挥部的方向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凌晨12点台北市民权东的街头 没有什么人车 但是有警用普通车 当成了前脑车 在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过去之后 接着就是一辆又一辆 画面上你看到云豹装甲车 因为江湖管制在民权东路 一路都是绿灯畅行的 让云豹装甲车 可以不用停车 快速的往松指部的方向开过去 但是在松指部的门口 并没有献兵来迎接 至于说这6辆装甲车 是不是要来换防 驻守松指部 或是有其他任务不得而知 但是呢 时机敏感依旧还是引发关注 不过献兵司令部表示 这是类型的战术训练 解放军锁台军演造成了情势紧张 美国国防部的负责政策次长卡尔表示 北京一再的穿越海峡中线 逼近了台湾的海岸线 这是个切香肠式的创造新现状 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不变的 而美军在未来几周 还是会跟过去一样 是如常的来通过台海来听听 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理事长 王坤毅他的最新感冒 而且几周以后到底是多久 尤其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以后 那解放军已经不惊眼了 他通过的话就像过去的 来来往往的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现在最重要大家要关注的就是说 如果真的雷根号 就是航空母舰通过台海的话 那个才要担心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不认为就是说 美军现在这个时候来 通过台海是一个好的时间点 但是他说几周以后 那个时间也没有说死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是他美国也很清楚 不在这个封口的时候 封口浪尖的时候 去强奔这个什么 中共的这个行为 我觉得就是美国 他即使基本上还是不愿意升高 这个台海的问题 任何的一个什么 美中的一个冲突 他其实不会是真的为美中的一个矛盾 去冲突 他可能会为台湾的一个矛盾 去冲突 但是他认为说 他不担心 不担心台湾 那只担心中共的经验 这个东西就很清楚了 他认为或者是北京 不会去这个时候 去对花动 对台湾的一个什么 武力攻击 或者是武统的行动 但是他就是担心这个军援 可能擦枪着火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边 大家民众都觉得无感 其实大家心里很清楚 今天既然中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要做的是军援 他就不可能把灰弹 再打到台湾本土上来 所以这一点的话 这个美国的一个判断 我们应该了解的很清楚的 就是说拜登在讲什么 他这个已经意识的很清楚 这一次的经验 不会打到台湾的本土来 所以大家还暂时还是可以放心的 轻松拥有五星级的享受 买这个就对了 因为他可以拌面拌饭 然后你烫青菜加一条 或者是吃火锅加上一条 都能够增添你汤头的风味 现在哪里购买呢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ode 来扫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投购买